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一头扎到游戏里面 超过了很好的成长和学习的年纪 因为我一直有玩游戏的经历 后来有尝试去做游戏的解说视频 然后加入了直播这个行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游戏行业它是属于野蛮生长的 然后没有什么秩序 也没有人会教你怎么做 只能自己一点点的去摸索 很有幸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那我也相信有很多人 比我更加的艰辛和迷茫 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和更自由的空间 也希望有人能够引导他们 让他们方向更加的正确 然后呢也能够克制 听说这个有的朋友想要大职业 经常有粉丝给我留言什么的 都会说什么 哎呀我特别喜欢游戏 我这个学习不想学了 我想去什么从事这一行 比如说去做个解说呀 当一名主播呀 或者打谁呀 我觉得是这样的 要在合适的年纪呢 去做合适的事情 你在学习的时候呢 也要做到比如说刻苦啊 自律啊 或者找对方法 那其实你打游戏也是一样的 它里面有很多相通的道理 所以呢 当你在有个很好的环境 去学习的时候呢 你要去好好学习 当你的这个学习 能够学好的时候 我相信你去打游戏 你也能打得好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话 我觉得我也有责任 给现在更多的年轻人 一些正面的引导 之前呢 有很多小青年跟我抱怨 说这个腾讯的每一款游戏 都有这个限制在线市场 还要限制这个充值 因此呢还要和家里人 这个发生矛盾 所以呢我就专门跑去了解了一下 腾讯推出这个成长生活平台 也是在履行大的互联网企业的 一个责任 我小时候呢 也特别的沉迷这个游戏 比如说这个父母给的零花钱 全部呢就是这个去打游戏了 吃早餐的钱我都会省下来 然后呢跑去打游戏 现在的小粉丝呢 也都很聪明 会拿着父母的手机 拿父母的这个身份信息 去注册账号 然后去打游戏 因为现在的这个手机的交易系统很发达 把这个父母的血汗钱 用来买一些游戏道具啊等等 因为电子设备很普及嘛 比如说手机啊 iPad啊就能玩游戏了 国家呢也开始慢慢重视这个事情 前段时间也有很多我的小粉丝 跟我调侃 各位留言说这个腾讯健康系统向国防一年更比一年强 虽然大家是在调侃啊 但是在我的理解呢 这么做呢也是能够让大家既能够玩好游戏 也能够防止大家沉迷在其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 他们退出的这个健康系统呢 它限制游戏时间 你每天只能玩一个半小时 然后还限制你这个消费 针对现在的孩子呢 利用家长的信息去沉迷游戏 去乱花钱 这个系统也是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就是需要用人脸识别才能去登陆游戏 才能去消费 这一点呢特别厉害 有效地防止了年轻人的这个沉迷游戏和乱花钱 如果我小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 可能我也是北大的高财生了 在我们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呢 很多人都在反思 大家呢也都在反思中进步 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游戏 很容易沉迷 自己也意识不到 家长呢也没有时间去管 再加上如果现在游戏公司 也不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呢 就会导致很多人 来自这个社会 对这个行业的谩骂 那其实呢是因为方法的问题 我觉得啊 因为游戏是不可缺少的 它能够给人带来很多的 这种快乐和一些思维上的一些 开拓 但是呢又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这个系统 对于我们未来的年轻人 会创造一个更好的游戏环境 如果我的小孩以后 也慢慢地喜欢玩游戏 我也会支持他 我会结合这个方程密的系统 再加上我的一些管控 给他创造更好的游戏环境 热爱游戏的年轻朋友 愿你们在这个无拘无束的年纪 既要热爱梦想 也要自律自行 在克制中拥抱自由人生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将由你们来完成